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 需要什么样的战略能力呢 我把它分成四种能力 一种叫战略思维能力 一种叫战略机会的把握能力 还有一个是战略的布局能力 和战略的耐心 战略思维能力 企业成长的天花板 就是企业家的这种认知 和战略能力的上限 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被替代 唯一不能被替代的是 创始人的这种战略能力 就是找前找人找方向 站在未来看现在 站在月球看地球 战略不是解决当前问题 是解决未来的问题 然后战略机会把握能力 当遇到这种战略性的机会的话 你需要百分之百的精力去投入 和用最高的优先去 去把握这样的机会 第一要对趋势性的机会 要进行把握 什么叫趋势性的机会的话呢 比如说技术的迭代 用户的消费心理的变化 消费人群的变化 可能会荡生不一样的这种机会 还有创始人需要有 这种战略布局能力 动态看待各种 积极因素的内在联系 要在人脉和链接上多下功夫 对很多人来说 链接本身就是价值 在你对的人身上吃亏的话 本身就是价值了 第三个战略的能力的话 就是战略内心 战略大部分时候 就是抉择与取舍 最高境界我就是舍久取义 要分清楚长期收益和短期收益 长期收益就是 你用十年去考量的一种收益 短期收益就是 你希望当天或者三个月后 获得的一种收益 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你衡量自己的收益 一定要用个更长期的方式去考量 创业者 我觉得要对未来有初心有信心 对当下要有战略乱行 只要能够做到 不战错队 不错过队 不掉队 提升我们的战略认知能力 就能赢得创业这场战争